好 北京城內現在是山雨 欲來 風滿樓 那麼中國現在就是藉著清零 來實際上做的是維穩的作為 現在為了要清零 你知道嗎 這個現在整個廣 中國的南部下起大雨來了 不僅機場裡面準備了 這個叫什麼 救生艇 大雨滂沱之中 PCR兩天塞氣是一定要的 那是雨下到什麼程度 珠海機場 我們看一下機場 應該是停飛機的吧 既然救生艇就開進去了 開到哪裡 開到這個後機大廈 你很明顯你看影片當中 積水積得這麼嚴重 因為雨實在下得太大了 瞬間雨 大到什麼程度 午後兩個小時 馬上發出紅色警報 因為他短短兩個小時 下了100毫米 甚至最高的情況 最高有下到150毫米 這個風雨大到 實在是非常激人 你影片一看你就知道 一片汪洋 這個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那在雨這麼大 風這麼大的情況下 我們還看到一堆人 在戶外排隊 真的是風雨深信心 大家不畏風雨 就是要排隊 那我當然仔細去看 到底在排什麼 原來是要做PCR檢測 真的是無法抵擋 大家在風雨當中 一定要做清零的決心 煩 紅台天啊 這個風 這個不重要 清零最重要 雨再怎麼大 再怎麼下 反正就是要排隊 你看那個風大到有沒有 大家的雨傘吹的是這樣子 有沒有 都沒辦法好好撐著 可見這個風是很大 你看那個雨是這樣飄 還是要想辦法做PCR 那當然為了要做好PCR 我們所有都 不只人要驗 蔬菜也要驗 而且重點是 怎麼可能啊 真的啊 龍蝦也驗啊 而且我要特別聲明 病毒是在這個呼吸道 所以我們要把高麗菜的呼吸道找出來 想辦法找 摸半天找到呼吸道 那升進去2.5公分 轉五圈 左邊五圈 右邊五圈 很嚴謹的 轉好以後還要放進去 而且還要再繞幾秒鐘 這個都是標準步驟 他一點也不馬虎 但是重點是 他們的PCR不會塞車嗎 搞成這樣子 那不只高麗菜啊 未來可能蚵仔 地瓜 寒雞 反正你想得到的 可能是不是要找呼吸道 想辦法進去轉幾圈 這個其實我們看到了 這個清零的決心 好 那當然有這麼多人要採檢 現在我覺得更麻煩的事情是 我們這樣子評估下來 他就缺人嗎 因為採檢人員 你看剛才那個為了 為了高麗菜 還這麼辛苦在那邊採檢 那要七十五萬名的採檢人員 那怎麼辦呢 還不斷的招募啊 哇 一天的日薪啊 高達兩千塊 這個人民幣啊 而且有的檢測單位 還寄出說有旅遊啦 有獎金啊 甚至還可以任股 就希望多找一些人 那我就算了一下 一天兩千嘛 那這個一個月就六萬了 兩千就六萬了 然後還有獎金喔 如果你30天都有來 那再加一萬 算一算一個月台幣30萬啊 現在還規定 未來要做這個步行15分鐘的 這個檢核圈喔 步行15分鐘大概什麼概念喔 大概就一公里 步行我們就抓一公里 那你就畫一個圓 大概是三平方公里的 這個範圍喔 那我們估算這樣的一個範圍喔 一個五百萬的人口的城市啊 基本上你就是要設 一千七百個檢查點 因為步行15分鐘嘛 你用畫圓的概念 你不用重疊嘛 所以你就一千七百個檢查點 所以像現在杭州啊 已經有一萬個檢查點 準備要設一萬個檢查點 上海準備九千多個 大概也將近一萬個 可是我講一個數字喔 就是公測 北京的公測也這麼三千的 你一個檢測點要設到一萬個喔 我再講一個數據喔 因為你的城市人口有的一千萬 有的五百萬對不對 一千萬以上的城市有十八個 然後呢五百萬以上的城市有九十一個 我們這樣算了一下 總共要設多少個檢查點 三十二萬個 現在北京宣布喔 四十八小時 也就是說未來你每四十八小時 記得要檢測一次 啊 我這四十九小時 抱歉 麻煩你重來 可是我快到了 排隊人籠那麼多 能不能做到 所以你未來你要去哪裡 你要去辦公 你要去上班 你要去超市 你要做什麼 麻煩你準備 四十八小時的核酸檢測證明喔 這是變相封城了 某一種變相 沒有封城啊 沒有沒有沒有 我只是叫你要 四十八小時的核酸檢測喔 那這個會產生一個什麼問題 你不只量能的問題 你的支出的問題喔 那以現在來講 核酸這樣下來 大概要花多少錢 1.7兆 1.7兆這個數字有多大 我們把五百強 繳的稅同步 就是大陸五百強企業繳的稅 全部加進來 1.4兆不夠 你港珠澳大橋啊 可以做十三座 就是說你把這些錢喔 拿去做港珠澳大橋 你就到處都是橋 哇 到處都是橋 哇 都是這麼厲害的橋 所以他光PCR檢測 損失了十三座橋 對啊 而且你這個檢測完 完全對經濟是沒有貢獻的喔 完全沒有經濟 我再講一個數字 一個月少一個橋 沒錯 習近平之前不是說 我們要保GDP在五以上嗎 要贏美國對不對 做完這些檢測以後 GDP會少掉1.5% 所以如果是5 減掉1.5就剩3.5 那這個落差要怎麼補上 我覺得是不是要仔細的 去思考這整個政策 呢